哈喽 大家好 我是龟州李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丸子 今天我们小丸子就要去西藏了 是不是啊 对啊 好激动好激动 本来我是打算跟他一起去的 但是呢 我有其他事 我今天就去不了了 很遗憾喽 那就只能你带着大家去西藏看喽 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 这个经纪的任务交给你了 走 我们去看看你们的抽队 走吧 哇 这是你们的抽队啊 对啊 这么霸气 对 你们是骑摩托车去吗 哦 我们有一个摩托车 第一次去西藏怕不怕呀 不怕 我怕一点 不怕吗 哇哦 这些车不去 去的就是前面这三个车 哦 就去这几个车啊 嗯 对 哇哦 我们来了 西藏 我们来了 再见啊 朋友们 西藏见 好 拜拜 下一站见 下一站是哪里 我们下一站要去成都 成都在哪里啊 成都在四川 我们要一路一路走过去 去参听 我们下车 告诉你 还有这个 拿下来了 我们要走啦 拜拜 你是坐哪个车啊 走吧 我送你上车 下次回来来接你 好多 好了 我们小丸子现在上车要去西藏了 接下来就有小丸子带大家看西藏的旅途 我们下一站再见 好的 上车吧 拜拜 拜拜 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也要在这里接我 必须的 我们现在已经离德江有20多公里了 现在刚刚进入尊义凤方县 现在是北京时间4月20日16点6分 我们现在距离第一站成都还有200多公里 我们现在在芦州市 嗨 我们现在距离第一站成都还有200多公里 现在在芦州市吃晚餐 吃完晚餐然后再上高速 这是芦州的月季 我们就在这吃个饭 我们下一站去简阳市 我们简阳再见 嗨 现在是北京时间4月21日 明晨1点钟 我们现在刚吃完宵夜 现在准备回酒店了 晚上好 这里是北京时间4月21日晚上 明晨2点钟 我已经到达今天晚上住的酒店了 马上吃起就睡咯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 四川省简阳市 明天我们的原计划是在 卢定那边搭帐篷 期待哟 晚安